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师傅是不是睡着了 我说 爷爷这是在练功呢 开始吧 嗯 跳跳 我们飞车的动力能追上宇宙高铁吗 你太小看我们的高铁技术了吧 要达到那种速度 还有上万个技术难题要解决呢 上万个 练功切记心服气躁 三心二意 师傅 美味哦 不好好练习的徒弟可没有冰激凌吃 您是根本没给我们准备吧 对不对 爷爷的恶趣味真是 你们三个小家伙听好了 科学技术是把双刃剑 我们要扬长臂短才行 是 没想到轨道交通管理局还藏着这样的秘密工厂 这里只有在运输极其重要的东西时才会开启 凤凰事关重大 如果不是护卫队急于用它来研发新武器 希望不会用到它吧 放心吧 运输列车是改装过的 温辜程度可不逊色装奖 这次的任务就让它去吗 不管列车上是谁 都要给我拿回来吧 准备好了吗 你就放心吧 头 我已经切断了与星空系统的连接 改为手动定位 头儿 又一夜没睡吧 歇会儿吧 头儿 不就是个材料吗 有我们盯着就行 可没那么简单呢 凤凰必须封存 我当万不得已 绝不能发布出去 为什么 凤凰会是一个夸时代的产物 有了它 机械的自助修复功能 将不再是梦想 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它被用在大型武器上会怎么样 武器就为了自我修复功能 将变成无敌的存在 每一次强大武器的出现 都有可能带来更大的灾难 身为顶尖的科学家 应该懂得站在人类文明的层面去思考问题了 局长 我懂 头儿 列车 列车停下来 什么 是不是系统问题 快 快 立刻联讨论 快立刻联络护卫队 沿途查找列车 必须找到他 是 跳跳 怎么了 上课要迟到了 创新中心 刚发布了战备警报 战备警报 可是只有在城市安全受到威胁时 才会启动的 跳跳 难道你一直监控着创新中心 我只是随时连接创新中心的警报 发布系统而已 糟糕 战备警报中没有时间信息 肯定是无人机作乱 快联系我们的动车人伙伴 加油哦 武器的赋能需要做到随心所欲才可以呢 大副 大副 创新中心发布了战备警报 跳跳 地点 地点不迷 红尖红尖 战备警报 可是大事件 一定是无人机又在搞事情了 三刀 少给我们了 我来给大家分析一下局面 首先作战前 必须明确 时间 地点 兵力 哎 芳芳 开启木神传音 朋友们 谁的附近有无人机出现吧 我是几红潭工业区郊外 义务区域的小路 这里正有一群无人机洗击列车 重复 这里正有一群无人机洗击列车 出发 喂 等等我 很好 打开所有车厢 全部带走 应该就这样不信了 这些铁毁 一定可以找到列车 皇亲们 全速开动 在那里 不是你们这群苍鳞的 那是你们这群苍脸 红箭 甭回这个箱子 交互我一人扰你 这可不是你的东西 红剑 刚才怎么回事 红剑忽然倒下了 红剑忽然隐藏在一架更大的无人机 什么 我去防空间 小心 这是什么东西 拿住 把它交给我 你 你 一个只会偷袭的家伙阿姨 小心 大副 刚得到消息 练车里装的是一种特殊材料 绝对不能让无人机得到 挑挑 我们遇到了麻烦 对方有一架隐身的无人机 非常强大 大副 不管如何隐身 他们最终的目的 一定是练车里的东西 你 说得对 行吗 当然 我俩还没分出胜负 就可现在 虽然 tambah 推翻 这极杂架 不能放手他 逼得拳 逼得拳 算他跑得快 还好箱子没丢 任务完成 无人接手能力发挥 超级的无人实在是不会 我需要更多 更多 人类的界限中 必也有这种人的存在 这套动力转换系统 真是完美 你这个车体也不赖哦 梅灵 快点 我们要知道了 快上拉草屠盆 我飞起来了 你再左右调整操纵杆试试 轻轻的 配合好温暖系统 好 前面有家甜品店 我们去尝尝吧 好 头儿 还是不行 我已经换了三十三种算法了 再是 啊 神秘子府的加密方式很特别 即使失败 至少可以让我们离城宫更近 是 头儿 护卫队刚清点完凤凰 凤凰 少了一箱 什么 头儿 你没事吧 星空 这又是你的杰作吗 我不明白你的定性 星空 这又是 不管你背后藏着谁 我一定会把它挖出来 能源才是地球的根本 联络护卫队 加强对能源的保护 是 天真的人 明明 其他保护计划 最后来找到超级能源 是 大王不凡击 红剑 我们应该主动出击 到地上世界去阻止无人机的捣乱 我还有工作要做 什么工作 搬运工 我说过 地上世界是人类的事情 地球是所有人的家 无论人类 还是我们 你是在指挥我做事吗 别说 死 你说什么 如果地上世界出了问题 难道我们 独击城还能安全吗 难道像我们这样 暴露师的跑到地上世界 去搞事情 就能解决所有问题 地球需要我们 我们首先 要保护往复器城 爸爸 我看 机器人 我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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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公机械派乱 快跑 我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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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有时星空在捣乱 大副 出大事了 地上世界 帮助大体机甲作乱 警方怀疾 说的 立刻出发 我看 我看 有时星空在 这些什么东西啊 大事件 大事件 未来高铁城街道上 忽然出现大批神秘机甲 本台 我的天 这可是百年一遇的大新闻 我要上天师吗 这可要拿出最好的状态才行哦 走走 身份还够到了 快离开那里 危险 放开我们 干得好 弘剑 太可怕了 我的摄影机啊 你心心想也不是犹如师傅吗 先找他跳跳他们 大副 干得漂亮 我在这儿 看看 这是怎么回事 公共设施忽然变成了一群邪恶机甲 正在四处破坏 我们分头行动 出发 出发 喂 我 我 别担心 我会保护好你的 这是个勇敢的女孩 我喜欢你 好 好 左转就是高铁博物馆 那里保存着重要的高铁模型和资料 是高铁人的骄傲 一定要保护好他 明白 快 住手 驾 大祸 大祸 他的胸前是大巴的发动机部分 攻击那里 成功了 他的墨点在后腰 他的墨点在后腰 胸道 前面就是停车场 那里的邪恶机甲一定最多 我 你一个也别想跑掉 哇哦 红剑 酷 轻角行动开始 动车形态也这么迷人呢 只有我方方吧 小心前面 啊 糟糕 有鱼啦 这实在是太没妙啦 哇哦 太刺激啦 呦属 哇哦 哼 哟呦 哇哦 哟 哟啦 这实在是太没妙了 高铁博物馆 清理完毕 停车厂搞定 高铁轨道安全 耶 什么事 有炸弹 芳芳 你再挑挑他们先 这里交给我和红剑 不是 我要 来不及了 保护好他们 这应该是能源运输车 变成的机甲 只要拆掉引爆装置 与能源存储装置之间的连接线 就能阻止爆炸 能找到连接线吗 你们都拆掉这个东西 我试试 跳跳 帮忙 离脚 离脚四百五十公分 离测药二百四十公分 能源运输车的话 连接线应该就设在这个位置 小雨 小雨 快啊 但还需要准确定位才可以 大副 准备 找到了 大副 动手 大副 动手 成功了 成功了 啊 成功了 插播紧急信用 就在刚才 工业界多出能源攻击点 被神匿集讲月头 不对 都不对 超级能源到底在哪里